字幕提供 好 我们来看到先是张绍权的清田街一号 这部电影是他跟隋唐一起所主演的 隋唐怎么样把他洗脑变成了一个杀手 偏偏这个杀手还嘟到鬼 搞得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情出来了 那么其实看他这个杀手 不但是自己脑袋神经质 他的动作戏也很多 差一点被隋唐要打到挂爆了 但是我们先要来看看 所谓的杀手这个角色的定义 不只是张绍权来讲 是新的尝试 之前肖靖腾也尝试过杀手欧阳盆栽 还让他拿了新人奖 还有好莱坞的头号杀手 那个光头杰森史塔森 他们都用这个杀手的角色 为自己的演艺生涯 做了不同的定位 做了角色不同的诠释 我们先来看看张绍权的杀手 亲爱的朋友 欢迎来到新美洗衣店 我们专心疑难衣物 玩购处理 举发负心汉 老不死 小三小王小人 贪心的政客 甩不掉的前夫 心血的房东 插队的大神 网络黄牛 只要是你生活中 看不顺眼的脏屋 我们都能让它消失 白天清洗衣物 晚上处理人命 神秘的老板娘隋唐 向李藏刀地 说出这部黑色喜剧的主轴 我们不是帮人洗衣服 还帮人洗掉 人身里面的衣服 擦掉心里人心里面的眼泪和鼻涕 隋唐这次使阴耍狠样样来 原本她的身材就鲜瘦 拍摄时尽管已经怀孕 但是完全看不出来 而且还能敬业地演出 拳拳倒肉的打戏 Action 这堂小姐手长脚长的 跟她打下来也是蛮可怕的 切过像是真打的 很扎实地来 尤其用尽全身的力气 一扫电影《军中乐园》中的女神风情 大陆女星万倩 这次成了一招半世 刺一片江湖的仙姑 林香几乎无所不作 大家会觉得她是个江湖骗子 我浮上一次 至少要伤过六天卡路里 可是到后面以后发现 你们这种胸伤漏的真的是 光看片名 怎么看都是文青feel 讲的却是老板娘 仙姑 以及被洗脑又附身的杀手 尽管有打杀又耍凶狠 但这个杀手却很搞笑 甚至还有点孬 完全颠覆了杀手的形象 而且在过片中 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另类杀手 他陪我疯 陪我笑 我不能没有他 我喜欢他的心坚感 早在广告中就合作过的张孝权和肖敬腾 同样全是杀手 肖敬腾是另类喜感 我是杀手 按规定 我必须在七天之内杀掉 是哦 这么快啊 谁花钱叫你杀我 我们每个人都这样问 2011年的杀手欧阳盆栽 肖敬腾在大一幕出示提升 沈华一哥私底下腼腆慢熟 没想到镜头上有模有样 一出手就夺得了香港金像奖的 最佳新演员讲 很紧张 因为不知道是这样子的 感谢感谢一切美好的一切 杰森史塔森能打就性感的硬汉形象 可为好莱坞杀手角色的不二人选 甚至连垫击自己才能活命 这么夸张的剧情 在他身上都合理 这样的杀手 一点都不会让人讨厌 台湾的电影创作者不能只因为某一种题材会卖 你就做那个方程式 就一直都拍这样的题材 这会把市场搞死 然后也会观众疲乏 因为你不能够只想到台湾的台湾片 你还要面对的是好莱坞片 还有就是包括大陆片 香港片 所有世界各国的片 在台湾也是同场较劲 所以说他必须要去尝试 而不能永远都打安全牌 跳脱科就看似不可能 却有无比新鲜的组合 同样希望在电影市场上 杀出一条血路 好 这次在青田街一号里面 张绍权的杀手的角色 不但要会打 还要会扮女装 然后还有内心戏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扮女装他真的不惜牺牲色相 还要擦了厚厚的眼影 还要化口红 穿女装在那边 很妖娇的走路 重点是还有打戏 那个隋唐跟他是来真的耶 而且他在一出戏里面 差一点被隋唐 真的是打到爆头 我们在下面的专访当中 他亲自来示范一下 教我怎么打 你是青田街一号 我只是在做 他们是真的阿飘 真的飘 你做那么多年了 怎么会现在才看到 到底怎么回事 我好像不认识你了 有时狠 又是怕 有时还很搞笑 这是青田街一号 青田街会有现在这样的状态 是因为 在这个故事发生的时空之前 对 他是在一个 他等于是一个有心理 心理问题的青少年 然后这个阿姑就是欧医师 欧医师他其实是一个 心理学的天才 就是隋唐 对 就是隋唐 然后他就以一个所谓 实验的名义 然后把这些心理 有问题的孩子 青少年全部聚在一起 那事实上 其实他是要完成 他自己某一些想法 原来青田街一号 不是咖啡店 不是文艺青年 是一个被美女老板娘 隋唐控制的杀手 好吧 既然要演杀手 那就得好好练身手 张孝泉虽然从19岁 就开始练拳击 但遇上了剧组 从韩国请来的武术指导 一样被操到挨挨挨 我一直有在练拳 我拳击其实练很久 我大概从19岁开始 最开始练散打 因为我的筋其实蛮硬的 然后我会后来选择拳击 是因为我也不喜欢踢腿 对 就我只喜欢就是用拳而已 对 所以我的筋非常非常的硬 然后所以 韩国的武术指导 他一直希望我能够做出 就是跨度更大的悬踢或是什么 所以他就 每次动作训练完 就是拉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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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像不像三分样 配合上运镜及特效 张啸泉也可以媲美成龙历练节 就是我拍过的动作 就没有很多 等于从青年界的游戏 那我现在教的是 无数指导教我的 拍戏呢 它是因为有所谓静活的问题 他要的是要看出力度 在画面里面看出力度 但你又不能让对方真的受傷 所以他有很多 所谓借位的动作 就可能是打 出拳的时候 就必须从外 外侧 然后当镜头double到人的时候 对方就要配合一起转头 这样子 拳头伸回来 就可能会像这样 一个更长的 可是这样转头要够快 对 没关系 你就一直拍着 我们回去剪 没关系 好 我现在突然有压力 别 好 那我就double一点 那你自己要转 好 好 准备 好 准备 开始 第二个 我真的在怕 我的天啊 我刚刚其实离蛮近的 真的耶 我觉得好像到这里的那种感觉 现学现卖 看起来又厉害喔 连咱们家邹主播也被吓到了 但演动作片 不只要打人 还要被打 就随行入下再一次 再一次 好 你就从很简单嘛 好 那这样看起来很简单啊 就是你刚刚说这样 然后啪 这样过去 对... 这样也可以被烘头啊 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是在像你刚刚 我刚这样 这边 你刚刚飞过来的时候 你到我的时候 你做了一个这个动作 这个如果拍的话 一定不会过的 一定不会过什么 但是这个不会是OK的 因为看得出来你在闪 在闪 所以再一次对动 是一样是这样 好 邹主播你也太温柔了啦 这个桥段在电影里 可不是这么轻轻带过 当时女主角隋唐差点 就要让张绍权上医院了 所以到后来 我相信他也急了 那速度不够快 看起来不够大力 然后打得不够近 然后所以你就说 我就跟他讲说 好 那没事 你待会你就 你就对着我的头 你就直接对准这个地方 你就挥过来 对 然后你到的时候 我自己会晒 你当下就是看我一蹲 可能我蹲太低了 他觉得这样可能里头太远 他的手就往下 所以就变成像追踪飞弹一样 就往下蹲 就跟得下来 就砰 真的就要插下来喔 对 还好不是刀的刀锋那一面 是刀 就是刀柄的地方 那时候大概肿了一块 大概这么大吧 一颗球这样吐起来 我觉得他很努力 然后非常 一生全命 他一些动作戏的东西 真的是我觉得是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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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位的 名模出身的隋唐 在戏中发狠 虽然拍摄当时已经身怀六甲 仍坚持动作场面 能自己上就自己上 十足敬业 但牺牲最大的还是张小泉 我从来没有穿过女装 然后不知道扮女装 到底是什么感觉 那这一次让我有机会扮女装 我真的觉得女孩子要辛苦 又很辛苦 又要贴睫毛 对 又要擦口红 new bra 还要bra 还黏黏 new bra 还要长头发 娃娃等等 还要头跟鞋 刮一毛的时候 是让你比较痛苦的一个部分 对 因为我觉得 一毛男孩子刮一毛 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所以我跟导演读了很久 真的啊 看能不能曝光就曝光 对 那还是 还是得曝光 就是这一个镜头 张啸泉的女装扮相提早曝光 假肩毛跟小红唇 成了清田街一号的一大卖点 不过粉丝们更期待的 肯定是下面这一段 你是我的命中层 我才有命中层 易经底下有安全措施吗 就是一件内裤 对 有不时的掉下来吗 我其实好像到后来拍完我的 我的预心都是直接拿掉了 就穿内裤因为太热了 看到这里 粉丝们应该希望自己就在拍片现场吧 周年新闻拿出准备好的白玉金 希望张啸泉还原一下这场戏的过程 不过男神害羞了 没有 这戏里面没有吧 都是一只手抓着 然后一只手在打 对吧 是吗 好吧 拍到满身霜 又做了从影来最大的牺牲 固然噱头十足 但身为台北电影节影帝 在演技上 张啸泉也有他的铺陈 我跟导演讨论的是 我觉得清田街他是一个非常 单一纯粹的人 对 不然他不可能去做这么 去做这些事情 去杀人 去什么 就像他碰到鬼之后 他会这么纯粹 只是我要解决这件事情 那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可能重新找回所谓的人性 他面相在来了 你还真是考得有点多 所以你也感到 杀人杀到跨到鬼 电影的后半段 张啸泉的内心戏份明显增加 对隋唐的爱慕 对万箭的情愫 也让他的表现更显层次 从冷漠 搞笑 到寻找人性的过程 清田街一号 让偶像张啸泉及喜剧演员 和武打明星于一生 杀手遇到鬼 这个角色绝对是张啸泉的 演艺生涯中 一个特别的经历 好 清田街一号这部电影 既有杀手 然后他当然有动作戏 然后又有深刻的内心戏 然后他又搞笑 他又黑色幽默 所以你很难定义 他到底是一部什么样 确定片型的电影 那么这样的一部电影 对于张啸泉来讲 不管是内心还是动作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那么但是你会觉得张啸泉 他明明拿过台北电影节的 这个影帝 但是对他来讲 好像这是缺少一部惊天之作 但是8月20号 他一口气在一天之内 海峡两岸三地有三部片子 同时上映 也算是破了一个纪录吧 除了工作之外 没有特别做什么事情 可能匆匆浪 弄弄车子 看看电影 听听音乐 这是观众习惯的张啸泉 镜头底下男人味冲天 时尚而自信 眼神狠杀 真男人 真经典 我现在一直在研究你的眼神 为什么大家都说你很会放电 我没有 男人都觉得你是他的天菜 女人觉得他们叫张泰 这是真的 我同事跟我讲说 我周边 我周围有好多张啸泉的太太 你自己有觉得很惊讶 或是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特质吗 真的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 自己看自己是看不到的 我觉得 对啊 那如果你自己看别的男人 有没有别的男人 在你的眼睛 会觉得是习惯的吗 我不会讲性感 对啊 就是我没有办法 认为男孩子性感 对 我觉得 我当然会觉得女孩子性感 但是我不会用性感 去形容男孩子 男孩子我可能会说 有味道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一切 可能不是来自于说 长得帅或不帅 是一个人的态度 他的态度 会让他的样子不一样 18岁出道到现在 张啸泉的味道 仿佛在时光中冻结 8年前的泪王子 英俊挺拔的味道 就已经令人惊艳 这个乱世中的悲观角色 单纯正直到让人不爱都不行 连林青霞都大赞 他是块钻石 更让他尝到了作品 在国际影展发光的滋味 我觉得入围 入围 入围就已经是一种肯定 那我觉得至于得不得奖 我觉得那都是 附加其次的东西 这时的张啸泉才25岁 可能还不知道几年后 他将上台领下男主角的奖项 之后揭演偶像剧爆红 让观众看到他不同的面相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有差 行行行行 对不起… 我把你擦 我把你擦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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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2012年的女朋友男朋友 张啸泉换骨 表演能量整个喷发出来 这是唯一一个 让他无法抽离的角色 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 我感觉自己像 经历了一个 原本跟我无关的人生 然后他现在 成为我生命里面的一部分 对 这次 是非常特别的经验 大概杀青半年之后吧 然后我有一天去跑步 然后我就带学生听 然后就听音乐 我就随便按了 我就听 然后就突然听到 就是 就是在女朋友男朋友 那一个时候 我为角色列了一个歌单 对 我就刚好在跑步的时候 听到那个歌单 然后所有的感觉 我就发现都没有离开 就跑着跑着我就哭了 对 就很好笑 就是 我并不觉得这种事情 会发生在我身上 但是它发生了 然后我当下就是 就大个雅舌 就说 好半年了 刚刚轻易有跑步跑的跑 然后我就哭了 对 然后我才发现 原来角色是不会离开的 所以我有被你打击 我打击你 对 我只是在你旁边而已 不是 我说的那个打击是 我觉得那样很棒 然后我觉得 可是那样好听我犯不到 好 好 我经历过这一次 就好像我也经历过一个 像这样子 一个人的 他的人生 对 可是当你一喊咖的时候 我转身到厕所里面 我是真的停不下来的 然后我的眼泪是一直 陆系极深 内敛的诠释 矛盾和挣扎 也为他抢下台北电影节 最佳男主角 有点空白 然后他谢谢台北电影掌 然后我要谢谢女朋友男朋友 所有的伙伴 人家领奖敢言都露露灯 张啸泉硬是可以短到15秒 话少到要访他可是一项挑战 最难反问 绝对不是像肖静坦这种 是像张啸泉这种 你知道了喔 你对我的主持真的打击很大 对不认识的时候我就是 话其实很少 对 其实基本上是不说话 对 但认识的话 其实我话还蛮多的 是这样的没错 因为熟了以后 其话如今的张啸泉就变了一个样 张啸泉姐 对 小心不要发动 对 对 对 你不要 或是广告里的酷 其实私下有点欠揍 你做什么 你介绍一下 你在干嘛 男人的汗 搞笑的这一面 在新片清田街1号里 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开始看到剧本 其实最一开始就是看到清田街1号 这1 2 3 4 5 这5个字 就是 是不是可能要到清田街去谈恋爱 或者是很清新的 或者是我可能是个大学生 然后就觉得 大学生我应该没办法 然后可是接下来把剧本往下看就 哇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对 就是一个杀手遇到鬼的故事 对 你要知道你们这种凶杀类的 真的是很麻烦 那哪一类都不麻烦 爱情类 亲情类都很温馨的 这绝不是个温馨的故事 而是个诡异的故事 怪到嘻嘻哈哈却让你毛骨悚然 假鬼假拐倒也没有很阴森 至于打打杀杀的动作戏 也多亏了张啸泉 早有拳击的底子 在之前张爱佳的电影《念念》里 就演个拳击手 我一直有在练拳 拳击其实练很久 我大概从19岁开始 最开始练散打 练了几年之后 散打 散打 对对对 散打 然后练了四年吧 然后就改练拳击了 所以其实练了很长一段时间 那一直来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兴趣 对 那也觉得说如果有一天 这个兴趣能够放在角色 我会非常的开心 拳击让张啸泉早在舞台剧里 就露出结实的胸膛 我爱冲浪 我命中注定要征服每一道不同的浪 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 才可以停下来 可以啊 你可以来试试看 看有没有一道浪 可以高过我天一口把我吃掉 把我打翻到海底 你让我逆死在海底 那我一手 我也认 接下来等待多年 终于让他等到了念念 加上这次清田接受的武术指导 那肌肉应该挺吓人吧 毕竟最近男演员的日子不好过 为了拼出最好的体格 一个一个操番了 我不知道谁给我看的 张啸泉的上半身的裸体 他的胸肌也蛮大的 现在男艺人比较辛苦 现在男艺人除了不能吃饭 还有运动 可以看一下你的肌肉吗 很软 是吗 你用力硬 还是蛮软的耶 真的耶 张啸泉的肌肉 意外的跟他言谈一样温和 那男神眼中的女神 也是温和卦吗 我很喜欢一个日本的女演员 叫神经慧玲 神经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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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女主角 对 然后 我觉得 烈姐 烈姐很性感 对 是因为她是你老板吗 张姐也很性感 张爱佳 对 然后 对 我觉得很多很多 我觉得有时候性感不是说 只限于外在 你知道吗 身材很火辣 那当然绝对是性感 但是我觉得真正会 真正能够非常非常吸引我的性感 是 不是在这些东西上面 四平八稳地丢出外国人和熟女 可能毕掉了对同辈女性八卦的联想 张绍权不爱正面提及感情 全力拼演艺事业 但是和同辈的其他男性比较起来 仿佛就缺了一部惊天之作 不像痞子英雄至于赵又廷 大伟卢曼至于杨又宁 翻滚吧阿信至于彭于晏 或是邦嘎至于阮晶天 人家阮晶天是命中注定我爱你 我宋杰修是命中注定谁到底 我也常在想 自己究竟能够到多高多远 张绍权其实也不急 稳步耕耘 这个月两岸三地同一天 各有她一部电影上片 也算前无古人的记录吧 欢迎回到五二大卡司 show time继续看男神 刚才看到的张绍权 那个肌肉男有没有 下面这一位叫做彭于晏 我不用再多讲了吧 那个汉操没有人不知道吧 好 彭于晏呢 以前从翻滚吧 阿信的那个体操选手有没有 到后来什么 冲浪教练了 格斗手了 拳击手了 这一次是破风手 他演的这个破风手 让他每一天骑脚踏车 要操上100公里 这是什么教练啊 天王的下一步更值得期待了 我从三月一直练到拍完 加油 加油 我现在肚子好饿 太累了 不需 要调节 然后很多要学习 我当然也可以说是很辛苦很辛苦 但我是觉得说确实辛苦 但就是 你要做的就是 他要做好 开车 开车 这一回他要挑战 台湾亚彭于晏 一眼不惊人 死不休 这一回他要挑战 自行车 职业车手 我们准备账 超级的 好 这一回我 往左边看我斜关上 对 超级的 配个水 站一辆 好 一 七 太誇張了 加油 加油 曾笑稱自己還蠻喜歡被虐待的彭于晏 這幾年為了言什麼像什麼 不只把胸肌腹肌練出來 體脂甚至超到只剩3% 幾乎要練成十項全能 他左手股斷過 根本贏不了任何一場正規的比賽 阿信 打理看世界不讓淚流下 打理變成天 行 也需要成功 因為我們有最好的破風手 活在這個競爭的世界 輸贏就是現實 全體體操MMA綜合格鬥 到最新的自行車車手 彭于晏堅持要演 看起來就要像 所以我是一直在各个全导演要拍的地方都在脸 所以我也不觉得说很辛苦 那我是觉得说这是必须的功课 那今天你要演个运动员 我先把它做好 这段时间是很值得的 因为这段时间半年你可以去体验一群运动员他们的生活 就是这种拼搏的斗志彭于燕花了13年 从小清新暖男蜕变成让人惊艳的猛男 从台湾偶像剧跨足大荧幕 再演到旅货提名肯定成为两岸三地的电影一哥 彭于燕靠的绝不仅仅是运气而已 现在的彭于燕有心有款 小时候的他也当过童星拍过广告 虽然身材也曾造精 后来彭于燕就出国念书 直到大人那年误打误撞进入演艺圈 开始偶像剧历程 每一天都有一些事情将会发生 想和你走在一中 想要你牵我的手 傻傻的你不该说爱 一开始是一个偶像剧演员 他就是 其实他是在极力地摆脱那种偶像形象 弘于燕对自己的高要求除了为不服输的态度 来自单亲家庭的他更为了给妈妈最好的生活 所以我记得我妈常说 她年轻的时候 外婆常常想要这个 环游世界 然后她没有机会陪她 所以她走了 然后我就记得说 那我拜我母亲环游世界 这一回彭于燕就边拍戏边带妈妈环游世界 工作即使累也无味 都是也真的车手 那也不希望拍出来不像 大家没要求希望我们这时候 细节表演上面要 所以真的训练是非常密集 而且确实是真的 比任何的运动都来得累 每一天你早上起来 3点4点5点 早上准备好 开始就起到收工 都要每一天都要有这个状态 一开始筹备的时候 我有想到是有提升 到拍的时候 什么东西都没有 没有没有去 去用到那些东西了 这个下坡是时速非常快的 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你基本听不到别的东西 就是听到自己的心跳 就是听到自己的心跳 意外每天都有发生 每一个演员都受过伤 这些年轻人终于走到他们的理想 出现在一个世界级的赛事里面 这场不是钱可以做到 这个基本上是 拉车世界红色很难的 因为敬业 所以就算心惊也会硬兵 现在的彭于晏 不只是漂房保证 是武打运动角色的福尔人选 还因为义正义邪的气质 被归类成演技派演员 为了他期许自己 拿出破风的无惧精神 把路走得更广 更长远 跟彭于晏还有张绍权不一样 下一位天王呢 他就让大家觉得比较甘草 比较开心 比较轻松的是杨又宁 你看他前年 一个大尾路门 还有一部中破塞 这两部就分居当年国片的冠亚军 两部加起来卖了7亿台币 吓死人的天王了 这一次在风中家族里面 他演的这个 被迫迁来台湾的连长 那个让大家不是只会笑了 还会逼出你的眼泪 这附近你想找个地方落脚 使过一年一个空的王子 日子啊 叫姑妈 我本身也回去 1949年大时代的动荡 国民政府迁都台北 风雨飘摇中的随遇而安 开始了电影风中家族里 小人物们的故事 对 难过啊 好 难过啊 对 听难过 让我们把情感摸起来 像我记得有一场戏是我要拿身份证给他们两个 导演希望我们是一个开心的状态 可是其实我们演一演演到后来的时候 我们三个人都哭了 男主角杨又宁从年轻连长演到韩宁梦孙的一眼 人生轴线横跨60个年头 每一段的生命转折 再再考验他的演技 毕竟那个年代对他来说 是个没法真实感受的历史片段 我们那时候每次要拍戏之前 就会导演坐在帐篷里面 然后真的是一张很大的 像地图一样的东西 然后他就会跟我们讲说 你等一下在哪个位置 在哪个位置 然后从哪边要跑到哪边 哪边会埋设炸点什么 你们一定要小心 千万不能跑到哪边 然后就正式开拍 邱香也跑过来 右抱一下 右抱抓着他 然后他爸爸来接他 对那边 先蹲 然后你自己的我 走 靠实际模拟加强角色形象 片中的战争戏 导演王瞳自然也立成真实 我还记得导演是 拍完第一卡拍完以后 把那个特效叫来 我说不能只有烟啊 那个只有烟不像 然后说好 等一下就给你火 他们就弄了一袋 很大一袋的汽油 放在那个炸点上面 待会你们跑要再小心一点 因为等一下那个时候 油醋了什么 所以我们三个人 为什么感情会那么好 就是因为我们在那个 战争的时候 真的 真的是从里面 对 从里面逃出来 杨又宁对角色所下的风阻 让人看到他的企图心 不管是口音 肢体上的转变 亦或是内心分层的刻画 每个温度都释放得恰到好处 杨又宁本身这个角色就是很稳定 因为我们摄定他很稳定 他眼泪很稳定 因为他是大哥 他有责任感 他也很早 杨又宁这次有了王瞳导演的加持 表演能量更充实 身为台湾当鸿活片小生 杨又宁可说是少数结合演技实力 跟票房保证的代表 2013年主演的两部电影 大尾如瞒 跟松后塞 票房就席卷7亿多台币 老板娘 想让你们牛肉汤变得更好喝吗 遇到我你的爸玩有救了 我是料理医生 北方十六把刀料理医生叶如海 是我的完整外号 所以你住北方喔 桃园 桃园算北方喔 台中一北就算北 欢迎来南方 中泡栽里 杨又宁饰演的是 北方十六把刀料理医生 外娼怪调的发音跟独特的幽默感 可说是杨又宁个人喜感大爆发 我一直觉得他唱歌舞音不全啊 所以他都自己 你看他还发明那种口音 跟导演一起研究那个说话的声音 要有一点点台语 然后又有一点点落膏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他的 好玩的典型的本性啊 而且大家可能看到电影 可能会想说 杨又宁是不是故意把它唱坏 没有 他就是唱得这么坏 为戏加分的 除了杨又宁的笑点 还有就是他的刀下功夫 餐饮科系毕业的他 戏里的切 剁 炒 亲自上阵 精彩到连手都有戏 他就是戏下就会拿一个刀 或是拿一个 譬如说我们在炒菜的那个 也是他的 你看我这样剪 其实那个还是藏得很丑啦 那但是那个就是我们的 那个厨师导演来完成这个任务 但是我觉得因为就接得上 那他还是有他的基本功 杨又宁可以是无礼陶厨师 也可以是搞笑宅男 他现在跟我在外面 叫他点位啦 叫他点位啦 好 二姨找你 我爸的其他啦 其实宅男我也不是第一次 诠释他宅男这个角色 那只是希望说这一次 能够在表演上面 让大家觉得小蕾他其实 不是一个这么 这么憨直的人 所以我在这个角色上 就加了一些比较 比较有趣的 或者是一些比较好玩的表情 也或许是因为功课做足 使得杨又宁在面对诸葛亮 每次都不一样的台词时 总能够临场发挥接招 接连两部喜剧电影 让人看到他的效果 但杨又宁不属于单一类型演员 不论是惊悚片 古装片 他伸缩自如 对喜剧来讲 他其实是蛮适合的 但我觉得他有时候演 比如说他演《丰富家》 我觉得在前半段那个表演 就很认真很好 他有一种样子 那他是有把喜剧的元素有去掉 我觉得我比较期待 下次他去演《杀手》 对不对 因为他没有演过《杀手》吧 有没有演过那种开枪 或是他去演坏蛋好了 邪恶一点 我觉得演员应该要 演不同的角色 那可能会对他的那个演技上面的 论举应该会更大一点 站稳国片续场 他的票房号召力也延伸到海外 但我会人其今生 是名媚争取入跌于艺人 你要是敢 别再踏进我祸家一步 跟林心如何演的大陆惊悚片 票房破四亿人民币 跌破外界引进 杨又宁不只要挑战票房 也要挑战经典 接下电视剧 步步紧进电影版 跟陈奕涵来场穿越许多的爱 你很快就要成为我的新闻 我不是故意破坏 他至少一个人拿自己的钱 跟着此路一条 只要我能救他 吴奇隆四爷形象深居人心 好奇的新四爷杨又宁 该如何反而多比较 聪明如他 选择从人物性能下手 这一款的四爷 我觉得他更贴近真人吧 我觉得我让他在这一块的心里 更贴近我们人 每一个人的一个状态 就是你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你可以做到什么地步 其实杨又宁一踏进电影圈 就有不错场景 第一部电影 17岁的天空 套着可爱总制角色 拿下金马甲新人奖 你真的要请我吃刷刷锅 杨又宁 感谢大会 也谢谢所有的观众 支持我们17岁天空 谢谢你们 谢谢 2007年杨又宁高唱从军乐 退伍后却陷入将近两年的事业低潮席 但他不放弃 坚持着等待机会来临 从小萤幕出发 拉回观众对他的印象 接演偶像剧增加能见度 收视有了也意外 和女主角郭彩杰有了爱此活花 之后一步步重回大宇乐园报 也因为低潮过 所以更懂得掌握每次演出 现在的杨又宁大小一目通躯 演技现阶段或许无法用炉火纯青来形容 但杨又宁散发的自信 让人相信他可以办到 自然也成为聚首可热的当红国片小神 哈喽 回到52大卡斯继续看男神 这一位你感觉好像比较陌生对不对 昨天之前你不知道他是谁 明天以后你就会对他熟悉了 刚刚看到的风中家族 是上一个大世代的这个悲剧 下面这一部还是上一个 也不能叫上一个世代 是我们这个世代 年轻的时候共同的回忆 高中的时候谈的那个 比较酸涩的恋爱 也让王大陆所演的这个角色 坏坏的 但是惹人爱 又有温度 很多的这个女生一直到湿奶 看到她都说被融化了 又爬过来了 奇怪 欧阳跟你们很熟吗 一个是爱慕学校风云人物的 平凡女孩林真心 另一个则是喜欢笑花的 校园恶霸 徐泰宇 好厉害的长发 好想摸一下 变态啊你 为了各自心仪的对象 她们决定组成失恋阵线联盟 携手合作 跟我追逃明明 你的欧阳就单身了吗 女生啊 是很难捉摸的 我们说 没事 就是有事 没关系 就是有关系 电影 我的少女时代以爱情写剧为题材 锁定六七年极深的高中生活 不只要你回忆那段酸涩的初恋 更要让你跟着电影 一秒回到九云年代 你会觉得那个音乐叫配乐 其实那个音乐大部分对我来说叫道具 它对我来说就是94年的道具 马上能够让你抓到那一年的feel 不只歌曲 电影中更把那个年代的流行元素 统统集合起来 很多搞笑怀旧梗 经历过的人一定都明白 像是约会要去MTV 最爱的偶像是刘德华 不只找到很多刘德华过去的专辑卡带 和复古海报 甚至连将近20年没有参与过 台湾电影演出的刘德华本人 都在电影里嘎上一脚 所以你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 那只是个高中生的故事 你会觉得那是你的故事 你参与过那个年代 你感受过那个难感 你经过过那个年代 导演陈玉珊 过去是金牌的电视制作人 包括命中注定我爱你 败犬女王等都出自他的手 而首次从小一幕跨足大一幕 男女主角陈玉珊就大胆采用新人 看看你考这什么成绩 五百分数 用不一样的颜色 这红瓶没有水啊 那你再说啦 不会是跟老师爹 女主角是曾经演出过电影 等一个人咖啡的宋云化 这回她未戏半丑 戴上肩鞭搭眼镜 配上齐尔学生头 重现六七年级生的高中岁月 闻真心 没想到你是这种女生吗 你这个很有包袱的女生就觉得 怎么可以这么丑的上各大的 就是怎么可以这样拍电影之类的 定妆之后发现灵魂性的样子出来之后 其实一方面是觉得很有趣 但一方面又觉得 当然你在开玩笑吗 和纵云化言对手系的王大璐 戏剧资历就更浅了 这是她的第一部电影作品 大家对她印象比较深刻的 是之前拍摄的机车广告 因为拍广告毕竟就是模特 然后没有名字 拍完我的少女时代 她至少大家会记得这个角色 去泰语或是王大璐 第一次演电影就单纲男主角 王大璐在片中饰演一位 把打架闹事当作家常便饭的小园流氓 那时候第一个出场的戏 然后是个很帅的出场去泰语一打十这样 就直接踹她我就直接横躺下来 就是头就直接下去 请问自己跳到跌倒啊 还是拿个东西来 屁股跟屁股同时追 鼓裂 屁股围追 最为断的软鼓裂看 私底下的王大璐 其实是剧组的开心果 还会扮鬼脸搞笑 跟荧幕上的形象 有着180度的反差 变不回来 我觉得耍帅很难 因为徐太宇是个老大 毕竟要那个气 你要干嘛 其实有些东西你不能那样玩 吓死你了 没穿过高中制服就要过客 长大以后你会后悔 好吗 他把徐太宇演得 就是老大的样子 有那个气 可是他又把他加一点调皮的那种 成分在里面 所以每次喊咖的时候 我都会反过来想多揍他两下这样 因为是他是这样的个性 我觉得满有程度 徐太宇会变成他的样子 你知道吗 画上的灯 对对对对对 那他自己体内也有一些 徐太宇的基因在里面 有人说王大陆的长相 深邃的五官和有黑的皮肤 有点像刚出道的蓝正龙 也有人说他在电影里的表现 成功诠释校园流氓 变成深情男孩 那股坏坏的气质 自然脱俗的演技 颇有柯震东 在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里的 爆红潜力 其实我觉得好满足 就是我看到一个演员的成长 他的那个整个气势的养成 他慢慢被雕琢出 他应该有的一个亮度 从一开始的小恶霸 到后来的专情浪子 情感的铺陈 看得出王大陆在演技上的用心 以及导演陈玉珊 琢磨后的进步 也让观众不自觉 跟着电影一起回到18岁的自己 回去看看 那个属于我们 属于你的少女时代 他会有多幸运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谢谢 今年夏天的男生看完了 无二大卡司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